好 马上来关心我们的女王头 哎呀 我们这个女王真的是日渐消瘦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呢 其实从这个1990年代 到这个2010年代 这个当中就已经足足 瘦了相当多 甚至17年来就瘦了86公分 我们就要进一步来关心 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受到这个自然的 一个风化影响 北关处早就在秘密的开始 着手进行抢救大作战 也邀请到了台大研究团队 执行野柳地质公园 岩石补墙计划 看看是不是可以用奈米科技 来强化女王头 不要让她继续下去了 可是这个办法是有个缺点的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 要在女王头的脖子上来进行补救的话 这个脖子就会有色差 那么到底是不是应该这样来抢救 还是就让她自生自念呢 大家看法都不太一样 这里是野柳地质公园的第三区 我们注意到这个地形呢 它整个山壁是完全没有任何阻碍 直接面对海风的侵袭 因此传出这里就是台大秘密研究 奈米科技要抢救女王头的地方 野柳地质公园第三区 海风大侵蚀为力强 许多奇言怪识 就像被剃了扫拼头一样 女王头断头危机机机可危 不过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 这一块老鹰补子时 就已经是风化严重的受害者 当年也是著名地标的老鹰补子时 就是因为来不及抢救 如今老鹰犹在 小鹰却早魂飞魄散 只剩底座 二十多年前无力回天 现在相关单位得抢救女王头 没关注邀请台大高分子 研究所长谢国皇领军 进行岩石补强计划 利用奈米科技将当地风化细砂 制成容易中药剂 喷于岩石 过节强化成耐风化结构 但缺点是 不救的区块不会随季节变色 女王头的脖子就会出现色差 但想抢救她 只有这个方法吗 其实要保护女王头 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像有人就建议 干脆在外面照一层透明的玻璃罩 张一来不但看得到 又能保护她 不受风化之苦 因为她是自然的东西 你要人工的东西照起来 可能大家都不想来看 不会可是透明的应该还好吧 要撞着马路的 对 不然就是那种 玻璃柜之类的 强救女王头该怎么做 全民集思广义 该玻璃罩 微微静带护警铁胶布 如何强救女王头 大朋友小朋友 各个有想法 不过还是要经过仔细评估 怎样对女王最好 记者李鸿杰 王一忠王正 辛巴达 男老板